特区政府一直鼓励各种文化和艺术的创作和交流 并推行了实质的支援的措施 好像本地艺术团体及艺术家都能通过艺术发展基金 和香港艺术发展局的计划制作等措施 到国外和内地进行交流的活动 民政事务局也有制作本地艺团及艺术家 参与内地主要的艺术节 我们深信艺术和文化交流 对艺术工作者的创意和眼界有着莫大的匹益 所以将来也会继续的支持 特区政府一直积极建立伙伴关系 与不同的机构一起推动文化艺术 我们尤其重视青年的发展 从各个层面为青年人提供学习培训和个人的发展的机会 通过交流和实习制作计划 促进青年人与国家和海外交流 而在国家教育部的大力支持下 中央美术学院将于明年2019到2010年 加入内地高校免试收生计划 香港的学生就可以凭着他们中学的文凭 文凭的考试的成绩申请入度这所殿堂级的美术学院 对于有志与艺术发展的香港学生 真的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